为什么第四比较平坦的魏吾两国50年互功不下 有高山保护的蜀地 魏蜀两国整天在北伐互打 蜀汉甚至比东吴更早灭亡 不是说蜀地难如登天 蜀吾两国联合进攻魏国数次 东吴国力明显比蜀汉强 为什么总觉得蜀汉才是主力 东吴都只是在旁边当拉拉队加油然后就跑了 要解释这些问题要从三个层面来看 地理限制 国家体制 还有国力 中国土地虽然辽阔 但因为地理因素 战争总是会发生在几个特定的地方 其中淮南合肥到如虚口这段区域 就是历代南北政权军事活动频繁的地方 光是合肥之战就有武刺 还有曹丕伐吾 曹修石廷大败 诸葛克东兴之战大盛 这些区域都是曹卫和孙武边界的一个缓冲区 攻击方必败 你会想说南方孙权水军强 北方寄兵冲锋快 有长江天险 所以才刚好在这边僵持着 维持住一个危险的平衡 对 但只说一半 曹卫在这个区域以寿村为军事指挥中枢 合肥是前线作战基地 合肥到如虚口加上曹湖这个区间 有大面积的水域 长江长水的时候还会盗换回曹湖 东吴就常常利用这点 长水进攻 水退撤离 来得快去得也快 这种进退两相宜的优势只在东吴这边 曹卫可不能退水出兵 然后在长江上等长水再回合肥寿村 等到下次长水都不知道是要等到民国级 再来是只要卫国在边界屯田 准备囤积战备存粮 东吴就跑去打劫 劫略虽然可食但是有效 让卫国没办法在边界地区建立大军补给战 反过来卫国也会在收成的时候跑去烧吴国的谷物 后来卫国实在受不了吴国的海盗打劫战术 满宗提议见合肥新城往西北后推30里 再扩大缓冲区 甚至到了寿村三畔 东吴军都能直接走进合肥寿村地区 东吴完全不打算守 守寿村的成本远比如虚口大太多 一旦进入寿村地区 海盗打劫战术就不能用了 接下来就是死打死的陆战 守寿村要面对的是远徐两周夹攻的压力 地利优势不复存在 这个方法日后所有长江南方政权都效仿 直到隋文帝伐城才突破这条防线 尽管如此这招还是有破解的方法 杨户提出来的灭雾方案 从长江上游顺水而下多路进攻 也变成以后北方政权要灭南方政权的模板 那为什么东吴要用这种海盗打劫战术 是打不赢还是不想打 士兵制异物异 只要你家人是军人 你也会是军人 好处是战斗经验丰富 战斗力强 蜀汉是士兵制 真兵制并行 东吴除了士兵制 主要构成是士席领兵制 也就是布曲制 也就是说曹魏蜀汉用兵 是中央实际掌权人说的算 孙权想当孙十万还得看世家大族的脸色 在三国以鼎立相对太平的年代 大多数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士族 对进攻兴趣缺缺 举个例 其他将领就不说了 直接讲最有名的名将陆训 打防守战的怡灵之战 上下一心大破刘备 追到白地城 说不打了回家吧 OK 你可以说这是为了防止曹劈趁机偷袭 可以说为了留鼠汉活路 分担抗位压力 这些都对 那下一场这些理由就绝对说不过去 石庭之战 陆训诱进攻的防守战 曹修大败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陆训打完就退兵回驻地 东吴真正进攻逐战派的重要人物 大概只有五人 孙策 孙权 周瑜 吕蒙 诸葛克克 先不论成败 只论扩张领土的野心 这五轮的奋斗精神 都必须给一个大大的respect 其他士族包括 顾 猪 鹿 张 老家为国没问题 向外扩张 先不要 孙权死前一系列看起来像发神经的政治操作 很大原因也是为了削弱四大家族 想想看如果今天董事长一生都只能勉强镇助各个董事 今天如果直接换成菜鸟董事长 还不被牢鸟董事们吃干麻镜 有十权 成功压制在地的益州东州派 诸葛亮得以集权办大事 配合来自四海八方的四海归派 包括关羽张飞赵羽马超 等后来规划的姜维 这些人共同特色就是 他们是靠着匡复汉士这个信念共同目标而组成 另一方面来说 建国终止是复兴汉士 如果不进攻卫国 在属地的执政合法性都会动摇 反观孙权 连要打抗朝的防御战 都要周瑜鲁 素配合演出的有如此案的戏码 再来是国力差距 曹卫在曹操死前 兵力大约30-45万 连年战争赤壁战败 汉中失利 中原破坏严重 没有发动统一之战的财力 所以选择休养生息 曹卫时期据当时史书记载 兵力约13-16万 当时大臣多劝不要进攻东武 但曹卫也是在222-225年间 三次发武 大多是临江而归 曹卫时期兵力大增到40-47万 已经有一些五官开始赞同发动统一战争 文成还是继续主张发展经济 以首代工 像华欣就主张 刘欣宇之道 以征伐为后世 他认为曹卫的国力仍尚待加强 不具备主动出击的实力 司马懿全面执政前就主导了多处军事囤田 包含让邓爱在淮南川鑿超过300里 接通淮南淮北 让曹卫除了复苏黄河中下游经济区 另外多增加了一个富饶的农业区 这个措施影响曹卫深远 才有日后的未灭蜀之战 曹卫开始的交涉、刑犯、异重等避震 静灭无之战的晋国光是在边境部署 就等于东吴全国兵力 因此从魏国兵力成长的也看出 诸葛克不顾众人反对 坚持主动大举乏位是有几分道理 如果不打 跟魏国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当时是252年东兴之战诸葛克刚大胜 诸葛亮这时候已经过世18年 那个能撼动魏国根本的辣个男人已经不存在 后来将魏北伐的规模 对魏国来说只能算是异族肖大小弄 根本不成气候 诸葛克趁着自己权势威望达到最高点 有权调动兵马 还特别写了东吴版的出师表 展示决心 也说明魏武两国终将不能共存 不存在维持现状天安的可能性 所谓的诸大臣劝退说 劳民伤财 有几分是真劳民 有几分是士族 自己想天安省钱不想出军费 我想都有 连蜀汉张匿 哥哥诸葛乔都来劝 最后诸葛克放弃解释 你们都不懂 当然 最后诸葛克打输了 独排终意的战争 赢了就像孙权周语 主公英明 将军神威盖世 输了就叫做你刚毕自用 劳民伤财 将为如此 诸葛克也是如此